好,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我们继续学习基督教要义经讲系列课程 我们现在在学习这样的内容 这是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的20章 然后我们学了这个祷告的性质 还有正确祷告的四个规则 然后有的人就怀疑 既然上帝听那些不完全的祷告 为什么我们还要追求这个完美的祷告准则呢 就加入牧师对他们做出了回复 然后后来我们看到 既然有这样完美的祷告的规则 即便我们向着那个努力去追求 但是仍然我们需要忠保 我们圣徒永远的忠保 我们要借着忠保基督 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祷告才能蒙应答 所以这个天主教呢 他们搞出一些圣人 什么玛利亚呀圣徒啊 一些伟大的他们封的一些圣人 然后作为忠保来向他们祈求 然后做出这样的批判 后来我们又谈到了这个祷告的种类 私道和公道 以及语言性的这样的祷告和歌唱式的祷告 然后又谈到了这个祷告的规范 就是主导文 然后我们谈到了主导文的序言 以及我们祷告的对象 开始现在我们就是学的这个解释的部分 现在是属于后三个祷告的内容 主导文不是六个祈求吗 现在是学的后三个 今天呢是这个整个课程 一百一十五课 题目就是我们要学的这个第五个祈求 一共六个祈求 第五个祈求 然后免我们的债 二十章四十五节 开始的时候 这样我牧师就难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一个祈愿 这一个祈求 第五个祈求和第六个祈求的关系 这里面说到我们的救主将所有有益于属天生命的事 包括在这个和下一个祈求中 就是我们注意这个主意 救主三一论的 在祷告上 在救赎上的 特别是救恩论上的 这个加尔文的三一论的这个救恩论 所以首先他谈到了救主将所有的 有利于我们属天生命的这些事情呢 有利于属天生命的事情 都包含在这两个祷告里面 这两个求里面 就是第五和第六 我们现在是求的免我们的债 下一个第六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所以在这里面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说到 所有属天生命有益的事情 都包括在这两个祷告里 而这两个祷告呢 包含了神 这里面就胜负了 这是救主圣子圣父 为他教会的救赎 注意 基督救主作为中宝 做的事情都是为了教会的益处 为他自己 他没有必要道成肉身 为他自己没有必要上十字架 他是无罪的 他也不需要道成肉身 所以为了教会所做的一切 这个为了教会 很重要 为了教会的救赎 所定立的 这个属灵的约 恩约 定了或者说应许 定了这个约 那这里面就包含两个 两个方面 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 我要竭尽他们一切的罪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看到 救主呢 是先从这个赦罪 我要洗尽他们的罪 这就是赦罪的意思 从赦罪 然后开始谈到 前面这个律法 在他心里 写在他心上 神要用他的大能 还是 神要用他的大能 保护我们 所以前面是赦罪 后面是保护 用圣灵 他的灵 圣灵 三一论 救主 父灵 父子灵 帮助我们 扶持我们 圣灵的帮助扶持我们 保护我们 使我们 战利的文 然后不为任何试探所剩 胜过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战胜试探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面谈到了什么 这是根据经文 应许的 利的月 属灵的月 里面包含 为了教会的义处 包含两个方面 一个是赦罪 那实际上这里面 我们看到 如果是赦罪 我们说到 就是关于称义的话 我们的罪 不将我们的过犯 归在我们头上 基督替我们背负了罪 所以基督的义 就归在我们上 因着基督我们的罪得赦了 所以这是称义的问题 然后在保护我们 帮助我们 扶持我们 战利的文 得胜试探 这就是成胜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 从称义和成胜 这是之前我们所谈到的 这个双重的恩典 加尔文 双重恩典的这个概念 恩典的概念 不仅我们这个人 被称为 甚至我们的生活 生活 或者说行为 也被神悦纳 不只是我们这个人 被神赦免了罪 被上帝接纳 与上帝号 甚至被接纳 成为他的儿子 而且我们这个人的生活 上帝也介入 也施恩 帮助我们 过 消极的是 圣国试探 战利的文 保护我们 实际上和前面所祷告的一样 愿你的国 你的旨意 你的名 是不是 实际的生活 和行为 也在神的恩典当中 得蒙保守 所以整个生活都在三一上帝的恩典的护辟当中 整个生活都是上帝救恩的范围 所以他谈到了这两个关系 这两个关系很重要 后面也谈到了一些人 错误试图把这两种关系分开 这很重要 你不能满足于指示 我告白耶稣 信了耶稣 这个受了喜 然后在教会里拿个洗礼证 然后成为一个地方教会的一个会员而已 即便是按一般来说 你教会传福音 确认你这个人是不是真信 接受你作为正式会员 有教育的过程 有考察的过程 基本上一般的来说 我们说你就是被称义的基督徒了 除例外以外 但是你不能只是满足于你被称义 与神号好了 不下地狱了 赦罪了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人 我们这个人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恢复神荣耀的形象 才是目的 直到我们这个人成为完全人 恢复成为 甚至比原初媚多洛的时候 更好的状态 这是神救恩的目的 透过恢复你 让你个人成圣 这个成圣包含着我个人的心思言语行为 包括我生活的态度追求的人生目标方向 我的人和形式 整个生活被分别为圣 向着神的完全 与上帝联合 具体的实践顺从神 让神在我身上做网 神的旨意在我身上畅通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更好的反映出神 原初创造我们那个时候的目的 那个荣耀 所以透过救恩在创造 要恢复 所以不只是发一个天国市民权的 这个身份证户口绿卡的问题 是我们要活得像天国人 这是上帝要在我们 使我们完全 这是救恩要达到的目的 从而在我们身上 使神的荣耀得以彰显 一个不完全的人 一个仍然在罪恶当中生活的人 他不可能荣耀神 或者说他不能完全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他就没有达到神 创造救赎他的目的 因此上帝要在我们 救我们到一个地步 是要让我们完全 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 这是三一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 所以大家的眼光要放远 信耶稣上天堂就可以了 其实那是我们对福音理解的 太不够健全 福音拯救我们要到一个地步 不仅要洗净我们的罪 不仅要救我们脱雷胸 这个罪的刑罚 所有的瑕疵 要让我们变成完全 从而让上帝得到荣耀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这两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虽然他俩谈到的内容有些区别 但是他俩是有着密切的关系 都在上帝所赐给我们 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 属天生命有益的事情相关的 都是在神所立的这个属灵的约的里面 一方面应许了赐罪 另一方面应许了我们得胜 保护我们站立得稳得胜 所以一开始谈到这个祷告的时候 他就先处理了这个祷告 和接下来的那个祷告之间的关系 不是孤立的 是非常紧密相连的 然后就谈到了 为何我们的这个罪被称为债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这里面分明是讲到赦罪 求你赦免我们的罪 就像我们也饶恕那些 曾经得罪我的人一样 不纪念他们罪一样 所以这里面谈到了罪 用债这个词来形容罪 免我们的罪 赦免我们的罪 免我们的债 那到底为什么这样呢 在这里面加尔文解释说 他我们的主 因为主导我们 主教导我们的祷告 那种主用这种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称罪为债的意思是 像我们说明什么呢 因为罪 当人犯罪的时候 罪就有责嘛 对吧 罪责 因着犯罪而带来的 这个定罪 和刑罚嘛 对不对 刑罚 因着犯罪而带来的 刑事性的责论 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其实就欠下了 因着罪而带来的后果 应当受到的 神公义的审判 这个刑罚 所以我犯罪了 我就欠了 律法完全的这个责任 履行律法完全的责任 那违背律法而带来的 违背神的话而带来的 那个刑罚 我应当受刑罚 理所当然受刑罚 所以罪就相当于罪债 虽然概念不同 但是因着犯罪带来了 这个欠了这个神公义 满足神公义的这个刑罚 所以罪 他就用这个债的概念来形容 来说免我们的债 我们犯罪亏欺了你的荣耀 我们犯罪亏缺你圣洁公义的律法 所要要求 因此要满足这个亏欠的要求 我要臣服罪债 要承受死的刑罚 或者是献上上帝所要求的 这个赎罪的祭物等等 所以罪带来着责任 罪责 所以这个责任就是刑罚 我们称它为罪债 所以在这里面称免我们的债 实际是免去我们的罪 以及我们犯罪所带来相应的刑罚 罪和罪责一概抹除的意思 并且这个债呢 是我们不可能偿还的 注意啊 这个主语是我们 我们犯罪是我们犯的 母腹当中有了罪的腐败性 有了罪责 而且我们一出生以后 我们也实际的具体的犯了很多 我们自己犯了这个罪行 因此呢 我们是不仅是在母腹当中是罪人 实际上我们也犯了很多罪 这样的罪 是我们自己不可能偿还的 偿还是不可能的 只有什么呢 透过上帝的赦免 上帝 父 圣父上帝赦免我们的罪 才可能脱离 我们无法偿还这样的罪债 你没有办法洗净自己的罪 你也没有办法去弥补 承受罪的刑罚 这个是满足上帝的公义 但是刑罚了 我也这个人就灭亡了嘛 按照上帝的定罪 我死了 肉体死了 在永恒当中受永刑 将来复活的时候 带着复活的身体 灵魂体都在 灵魂和身体都在永恒里面 地狱的火里面 永远或者硫磺火里 永远受罪 那个只是承受罪的后果而已 上帝公义行法 满足了神的公义行法 但是没有办法 把我们这个犯罪的人赎回 所以我们不可能附上什么东西 为我们犯的错误去偿还 满足神的公义 以至于我可以得自由 得释放 像这个异教徒所做的 献上牛头 猪头 水果 香 或者什么 摘戒 应许做什么 锦时多长时间 苦秀多长时间 什么避世多长时间 等等 然后满足了他的条件 得到什么 我们是不可能满足 为我们的罪 付上这个应当付的代价 以至于让我们从中得自由的 只能是上帝这方面赦免 所以诗篇里面说 他们要为弟兄的罪 付上什么代价去买熟呢 那些有钱有势的人 骄傲的人 靠着自己钱财夸口的人 他们永远断了自己的指望 因为不可能 他拥有的一切都给上帝 也丝毫无法买赎他兄弟的命 他兄弟的罪 所以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全世界都付上 也不足以平息 那个无限的上帝 对无限的上帝的冒犯 无限的上帝 对他的威严所产生的冒犯 要承受无限的刑罚 这个世界是神造的 这个世界都给神 也不足以平息 满足 让我们对上帝的冒犯 那个应当付上的代价 所以有钱人 他我有钱 你让我活吧 这样的指望 这样的想法 永远要放弃 因为不可能啊 诗篇里面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不可能 用我们拥有的一切去偿还 任何的努力都是不可能 只能上帝赦免 免去我们的债 赦免我们的罪 不追讨我们的罪 罪一旦赦免罪的刑罚 当然就被免除了嘛 所以只有上帝免除我们 才能脱离这种债 欠债 那这个赦罪呢 这里面重点提到了 神白白的怜悯而来 出于上帝的怜悯 我们为什么能够得救 我们不至于灭亡 完全是因着耶和华神的怜悯 伊利明爱歌说的 三章里面应该 我们不知灭绝 乃是因着神的怜悯 这里面注意这个修士 一个是白白的 一个是怜悯 怜悯是上帝对罪人的施语的好意 他同情可怜这些人 怜悯 那换一个词 我说因着神的慈悲 因着他自己的爱 因着他的爱而发出的怜悯 他愿意赦免我们 所以救恩的根本 动力引 上帝为什么要实行拯救 不是因为他不自由 被什么束缚 他是自由的 甘心乐意的 愿意施恩给那些堕落的人 他不是受他自身之外 他的旨意之外 什么其他的律控制 以至于不得不拯救 上帝是自由 愿意施恩给我们 我们曾经老一辈人讲的时候 哎呀上帝不爱我们就受不了 好像上帝不自由 no 上帝三一上帝之间 他们之间 父子灵之间的爱的交通 已经满足了 他没有什么不自由 他不需要依赖他之外 去爱他才能满足 他才舒服 那样的上帝就是软弱的 无能的依赖被造物 依赖他自身之外的神 他就不是完全的人 神 我们的神不是那样的 但是他愿意爱我们 他选择爱我们 他自由的定义要施恩给我们 虽然我们不配 所以怜悯 爱是神拯救我们的动机和出发点 这个神拯救的原因可不能 终极因可不能在我们里面找 我是这么宝贵 所以上帝爱我 上帝 加尔文牧师说了 上帝最终极的终极因是 因着他自己 即便他爱我们 也是因为他爱我们里面属于他的 就是他赐给我们的那个形象样式 所以就我们自身 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 我们因着堕落 我们一无是处 本该受刑罚 该灭亡的罪人 无指望的人 但是上帝却 因着他自己的爱 愿意 施恩拯救我们 所以这个怜悯 大家一定要 留意 这个怜悯 第二 注意这个是白白的 白白的 白白的 涂抹我们的罪 就是 不要求任何的代价 我们不需要任何功劳 任何努力 任何尝试 试图 白白的涂抹我们 上帝没有要求我们这边 为着我们的赎罪 献上什么 付上什么代价 上帝自己提供了 满足他公义的要求 就是中保基督 这个我们 二卷的时候 已经谈了很多 新旧约的关系 包括 那个中保基督的 必要性 道成肉身的必要性 他的人格 他的职份 他的事工 他的身高 他的降倍 降倍身高等等 为我们所做的 那个 为什么基督要来 那是三一上帝 他们救赎协定 所定下的 上帝自己为满足公义 要拯救我们 他自己提供了 这个赎价 不需要我们付 我们也付不起 前面说了 我付不起 第二 他也不白白的 不用我们 所以这是全然的恩典 全然的恩典 我们没有任何欠了 无法偿还的债 结果白白的给我抹了 这个是全然的恩典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时常思想福音 不要简单的 觉得明白了什么 鼠灵四个定律 三元福音 传道爆发 什么受了点宣教训练 就以为对福音的奥秘 理解很透了 我们需要时常思想 我们所领受的福音 是怎样的福音 每一个点 你仔细去思想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兼顾 我们的信心 就可以激发我们 对神的感恩 以至于我们不至于 把目光池定睛在 必朽坏的事物上 我的意思不是说 基督徒不要顾念日常的 各样的本分和责任 但是有时候太多的时候 我们只把目光定睛在 必朽坏的事情上 暂时的事情上 却忽略了永恒的 以至于我们心灵憔悴 自己软弱 没有力量胜过这个世界 没有力量去爱神 没有力量去遵循神的教训 没有力量去侍奉神 原因不是神恩典不够 是因为我们的心思 分散的太多了 沉迷在太多的事物当中了 我们就像诗篇一篇里面说 我们不像那个一篇里面 那棵树一样 栽在溪水旁 昼夜思想神和他的话 沉浸在恩典里面 而是我们如同沙漠的杜嗦 一历米书里面说的 因为我们心里面依靠太多 自己血肉的绑壁 或者我们之外的东西 所以我们必然像沙漠的杜嗦一样 生命枯高 活着却像死人一样 活着却没有力量 没有生机 没有活力 知道神 但是不爱神 知道神要侍奉神 要礼拜神 要尽这样的本分 那样的本分 但是没有力量 为什么 我们离神太远了 平时思念里面 你思想几秒钟 有关神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要思想他白白的 无偿的赐给我们 根本不需要我们 附上什么流一滴汉 为着这个救恩 不需要我们附上一滴汉 附上一分钱 不需要附上任何代价 因为上帝已经 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白白的赐给我们 我们只是凭着信心 接受而已 白白的涂抹我们的债 当然这个背后 有基督的代数 基督的代数 十字架的代数 他的顺从 他所成就的义 基督的义 这是我博士论文的主题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很重要 很重要 基督的义 满足了上帝的义 公义的要求 罗马书讲的 上帝在基督里 因着基督称罪人为义 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 我们称这是福音 上帝的义 在基督里 称这些不配的罪人为义 我们只是凭着信心 去接受 接受他所应许的 福音的应许的 没有 不需要任何 不要求我们任何代价 所以 这个是出于他的怜悯 我们不需要任何代价 上帝已经接受了 基督的书架 而基督为了我们 注意 为了我们 不是为我们 根本不需要来到这个世上 为了我们 将自己献上 作为暑架 这是最完美的 基督的暑架 比一切的牛羊 人所献上的一切的祭物 更美 最完美的 使上帝满足的 看那神的羔羊 背负世人罪你的 因着基督 在十字架上成了 然后慢子才 从上到下裂开 神悦纳了那个赎罪的祭 基督献上的一次 却永恒的 完满完美的祭 满足了 所以神和人之间隔绝的 那个路 开了 人可以得以靠着基督的血 直接进入到至圣所 与神相会 所以这是何等的大道 白白的怜悯 神的怜悯 设计了这个救恩的计划 让赦罪可以白白的领导我们 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去接受就可以了 不需要付出任何的暑假 白白的和怜悯 然而尽管如此 还是有些人不得赦罪 得不到罪的赦免 为什么 在这里面 加尔文牧师提到了 大概三类人 你可以分为两类 也可以说三类 三类人 第一类人 就是靠自己和他人的功绩 功劳来满足上帝的人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上帝不要求我们 白白的嘛 白白的 不用我们付上任何的代价和账 赎价 什么偿还 但是有些人却试图靠自己 和人的功绩 功劳来满足上帝的这样的人 有这种尝试 那些想要 透过自己或者别人 透过自己和别人 大家还记得吗 三卷一开始的 我们讲称义的时候 批判了天主教的赎罪 补赎等等 还有这个圣徒 借用圣徒的功劳等等 圣人的功劳等等 满足上帝的功义 透过各样的赎价 各样的赎价 来补偿 购买 购买的赎罪件 什么行善积德 多奉献 天主教晚期 中世纪晚期 所形成的很多 黑暗的一些做法 补偿 你仅时多长时间 是吧 你去修行多少钱 你去服侍多长时间 你去宣教多长时间 然后你这个罪太严重了 广告解不可以 你还要去加上一些补偿 赎罪件 劳改什么的 用现代的话 劳改啊 等等 加上一些暑假来解决那个罪 让你抄写圣经二十遍 被读到文三千遍等等 仅烤肉 这个三个月等等 加上一些人的努力 人的代价 来补偿 来换得那个白白赐给我们的救恩 基督一次 献上永远的完全的记 已经献完了 我们只要白白的相信 接受就可以白白的赦免 但是有些人还是尝试着自己努力 自己的功劳 去补偿 去购买 获得 圣经里面有些人 加上割离 犹太主义的 加上割离 才能得救 不能白白的就那么信 还有加上割离 那还有一些人 加上其他守节期 守日子 哥罗西书里面 保罗书信里面 处理了很多这样的内容 当时 加尔文那个时期 从中国中世纪后期 到宗教改革时期 天主教里面一些教导 什么一些基督之外 还有很多中宝 仰望 祈求那些圣人的 圣余的那些福气 那些功德 来补偿 或者自己的劳苦 或者谨慎 或者等等 奉献 买赎罪件 等等 靠着自己努力 或者是靠着别的功劳来满足 各种赎假 等等 于是乎 他们就与这个白白的赦罪无份了 保罗说 你们若割离 就与基督的恩隔绝了 为什么 隔离本身算不了什么 但是他们的信念是 若不受隔离 就不能得救 那么基督为我们做的 那就废掉了 对不对 基督已经完成了 信基督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但是他说要加上这个 等你加上那个 不做那个 就不能得救 就等于废了 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那个白白赦罪的恩 就已经废弃了 所以弟兄姊妹 这第一类人 他们已经自己与这个白白的恩典 隔绝了 堕落了 为什么 他们试图靠自己 靠别人的功劳 这里面具体有很多形式来赚取 当他们向神献上这个祷告的时候 不是在控告 不是 不过是在控告自己的罪 一方面他们是去免我们的债 求神免 承认了神赦免我们的罪 但是他们自己又亲身见证自己的罪 当受刑罚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不是靠基督 单单靠基督 还有靠别的 当他们靠别的 那个别的又不能去赎他们的罪 上帝无法悦纳那种赐品 不能满足他完美供应要求的那个暑假 因为不可能有什么任何的 除了基督以外 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基督以外 上帝永恒的圣子 亲自在人性当中 为我们死所付上的那个代价是任何其他的 代价是不足以的 十个奥古斯丁的功德 十个圣彼得的功德 一千个玛利亚的功德 一万个 这个一千亿面值的赎罪券 也不足以去为我们赎罪 当我们去强调那些的时候 就等于废了基督 结果一方面承认求神赦免我们罪 另一方面又搞那些的时候 那个又不能赦免我们罪 实际上就自己定自己的罪 我们的罪唯有承认 接受上帝为我们提供的基督的功劳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 结果在不完全靠基督的同时去靠别人 就失去了那个赦罪的 那个真正的那个功劳因 却试图用别的 他自己就定自己的罪 所以他们承认 除非透过谋赦免得以脱离 否则他们就是欠债的人 然而当他们将功劳赎罪价 硬塞给神的时候 神不要求 没有要的 他们硬塞 是在拒绝 而非接受赦免 为什么 拒绝神提供的方法 拒绝神提供的救法 就像有些人 中国人 凭良心行就行 不好好单单信基督 你以为你良心很清洁 自己衡量自己 看着白如雪 但是在上帝眼中 我们都污秽的像麻布一样 所以不完全依靠基督 还加上我自己什么 靠良心 我们的良心根本靠不住的 对吧 我多次都强调了 所以这种 也是类似这种类型 要单靠基督 唯靠基督 除了基督以外 没有任何我们可以靠的 所以拒绝基督 就等于自取成轮 因为他们这样做 不是在恳求神的怜悯 而是在呼求神实现公义 上帝在基督里 施育的怜悯 当他们拒绝的时候 他们又试图自己 用功劳去弥补的时候 除非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 实际是盼望 他们所做的 能够满足神的公义 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 而他们做的 又没有办法满足神的公义 满足神的公义 他才能被称义吗 结果他们做不到 达不到神的那个标准 只能被定罪 所以他们不是在求神的怜悯 依靠神的怜悯 上帝在基督里 施于我们那个怜悯的恩典 白白赦罪 但是他们却尝试着 去用自己功劳 努力赎假的时候 其实就是 让上帝去公义的 去评价他们所做的功劳 试图透过上帝说 OK 做得不错 结果称他们为义 结果妄想 他们所做的那个 所行的善 就像污秽破烂的衣服一样 在上帝眼中永远达不到 所以只能被定罪 这些人犯了这样的 在福音 不明白福音 结果不明白上帝救人的方法 结果做了这样的愚蠢的事情 结果他们好像很努力 很虔诚 结果没有办法获得罪的饶恕 这是第一类 不能得蒙赦罪的人 第一想到罗马天主教 第二我们想到圣经时代的一些人 第三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自己 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做法 最重要的想我们自己 不想我们自己的任何神学思考 和神学学习都是耍流氓 都是拜偶像 学神学一定要反思自己 我们这个讲道也好 圣经学习也好 一定要反思你自己 学了东西 把那个东西就当考试一样 写在纸上 那个不是叫信仰学习 信仰学习是用神的话光照我自己 对比我自己 我到底是什么样光景 我和神的话的关系和距离是什么样的 这样才能产生反思吗 才能产生悔改吗 才有可能进步吗 发现自己不足的时候 才能求神 怜悯神的恩典 求神帮助我们前进吗 对不对 所以基督教的教育 基督教的知识论 认识论和一般的不一样 一般人学了知识 可以不去做 你所学的东西 可以跟他生活没关系 但基督教学了 就和自己信仰生活 一定要联系起来 不然的话 我们就成为更恶的人 明明知道神的话 却不听神的话 不遵守神的话 这样可能要受更大的审判 那我们就不要像老一辈的 这个老奶奶老阿姨 他们说 明白那么多 有什么没有 明白了又不能行 然后知道多了 反而多给谁 又向谁多要 他们可懂圣经了 然后自以为聪明的 就干脆就不学了 躺平 这个不求进取 这是认识上的错 我们不怀疑他们没重生 他们重生没重生 但是这种认识的逻辑是错的 不求进取 知道了 才知道自己错 不足 不知道 连自己错都不知道 所以永远不可能进步 所以知道了 又发现自己做不到 才求神的恩典 主啊帮助我 赦免我 给我恩典 让我去向着那个方向去做 那样才有可能嘛 不知道你 你天天活在自满当中 觉得自己很简直 觉得自己在神的面前 蒙生喜悦 那都是自我感觉良好 所以越学习神的话 越发现自己 现在的败坏 距离神 应该我们理所当然的 那个事奉还差得很远 所以才能不断地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嘛 对不对 所以学习 不管是知 也是在不断地激励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拥有的是什么 上帝给我们提供的什么 这是我们丰富的属灵资源 信仰的基础 第二 提供了我们应该 向着哪个方向去追求 这样就挑战我们 不至于让我们懈怠 满足现状 是吧 然后发现自己不足 才能悔改 求神 长进嘛 所以这是第一类人 就是试图用自己和他人的功劳 来满足上帝 这是必然失败 在基督之外上帝不悦拿任何赎罪祭 在基督里面 我们所有的什么赞美的祭 是奉财蒙喜悦 按着基督 照着基督 在基督里顺从基督 靠着基督 透过基督 所以彼得说靠着基督献上 这个属灵的祭物嘛 希伯来书是赞美的祭嘛 或者说这个行善捐输的祭 这是蒙神喜悦的 蒙神悦拿的 都是在基督里 那第二还有第二种不蒙赦罪的人 他们就是那些梦想着 就是幻想着 自己已经完全了 所以不需要 不需要宽 上帝的持续的宽恕 已经完全了 需要什么饶恕 现在我已经不犯罪了 所以就不需要悔改嘛 不犯罪的人需要什么悔改呢 那些梦想着 幻想着 他们拥有某种完全 已经完全了 他们自己以为 无需再寻求赦免 有罪的人才寻求赦免嘛 我已经完全了 所以不需要赦免嘛 可能会有一些 被发痒的耳朵 转耳不听真道的人 耳朵发痒的人 总喜欢到处去参加 这个培林会 那个查经会 耳朵发痒的人 都到处喜欢找各样的师傅 然后结果受诱惑 被骗 这样的人 好像很虔诚 好像很追求 这个聚会也参加 那个查经会 这个培林会也参加 我们中国传统教会 虽然不是正统的一书法 但是不同派结 说的 奋行会 查经会 等等 到处去跑 自己教会 基本的信仰教育 不好好认真参加 然后到处去参加 这样那样的聚会 好像很追求 实际上他们生命当中 根本没有实质性的成长 原因是 他们只是满足自己 耳朵发痒 兴起 看一些新鲜的 满足自己的耳朵发痒 听一些新鲜的 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是 真的立志遵循神的道 真正认真读圣经了吗 读了阿门 去照着行了吗 真正愿意 遵循神的话吗 牧师 我们所讲的道 你认真听 去实践了吗 不是啊 只是满足 发痒的耳朵 满足自己好奇心 猎奇 满足自己的这种 虚荣 或者欲望而已 可是他们应当明白 他们这样得到的人 都是背离基督的 因为那位 只是所有人 都要承认自己 罪的基督 就是 只是我们所有的人 都要承认自己的 罪的基督呢 他只接纳罪人 这并不是他奉承 或者怂恿罪恶 他只是接纳罪人 那他既然接纳罪人 是不是 不见罪 不是那个 那我们就随便 轻看罪 放纵罪 不是 是因为他知道 信徒完全 不能完全脱离 肉体的罪 在地上的时候 注意 在地上 他在临之前 在这个状态上 不能完全脱离 肉体的罪 不是说让我们 既然大家都软弱 既然不能完全 所以就躺平吧 就那么稀里糊糊糊糊活吧 顺着肉体的情侣活 不是这个意思 他知道我们 即便在努力 也不完全 也会犯罪 所以他接纳我们 以至于 他不至于 我们不可能完全努力 靠着自己完全 以至于将来 在审判台前 不被审判 因为我们不可能 靠自己达到完全 以至于神 看我们完全 所以不定我们的罪 不可能 所以他就接纳 我们这样的罪人 是因为怜悯的缘故 也是因为 他已经为我们 献祭的缘故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基督一方面接纳我们 但是他要求我们 要承认自己的罪 认自己的罪 他就因着他一次 成就到永远的 那个赎罪祭 献祭需要一次 果效持续到永远 我们什么时候犯罪 来到的神面前 我们要向他承认 所以我们获得 这个赦罪 保持与基督 不断地持续靠着基督 与上帝保持中和睦的 虽然一次和好了 但持续在基督里 靠着他的这个和睦 享受 果效上去应用 享受在 这个持续的和睦里面 我们从良心上 再次经历赦罪的平安 经历与上帝的这个 不断的和好 包括我们意识 在成圣的过程当中 去认清自己的罪 再认识到自己的罪 告白 承认罪的过程 我们自己也再一次清楚认识到 意识到我们的错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再一次也提到了 就是提到了什么呢 基督教最近我们近些年来 国内受到恩典福音的影响 恩典福音其中就强大 既然基督一次到永远 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你要悔改 你对救恩没有确信 恩典福音约等于韩国的救恩派 救恩派就是 基督是不是为你死了 为你死了 对不对 已经解决了 是不是解决了 不定罪了 对不对 不定罪了 那你为什么认罪 你就没有确信 你信心不够 你不够相信基督的救赎的完全 他说的对了一半 但是即便这样的教导 这一半 另一半呢 就是上帝让我们持续的认罪 因为我们现在持续的犯罪 为着我们的过错 承认之罪 寻求上帝的饶恕 这是圣经里面都教导的 一方面强调基督彻底的 救赎的这个完备性 充足性 足够性 另一方面也强调 在成圣的 在地上肉体当中居住 帐篷的时候 不完全的这过程当中 我们要持续 来到神的面前承认罪的 这个教导 这两方面都有 所以根据前面 过度的逻辑的推导的话 必然导出不需要认罪的 这个结果 看起来好像对 但是却忽略了圣经里面 其他经文 也在告诉我们 要认罪的这个事实 所以大家要看整本圣经 不能只是根据局部的真理 去过度的推论 导出好像建立一个 封闭的整权的系统 要看整本圣经 所以在这里面 他们就说到这个问题 已经完全了 我已经不犯罪了 甚至旧文派说 犯罪不是我犯 乃是我里面的罪犯 奇怪 你里面的罪不是你犯的吗 那个罪自己就会想犯罪 虽然保罗是用你人的说法来说罪 但是罪是透过我们的人格犯的 罪是非实质性的一个存在 罪是人在心思 在意念 在言语 行为上对神的背叛 违背 冒犯 这叫罪 罪不具有实体 不具有人格 所以你说罪犯的 好甩给罪 罪上哪去怨去 罪他自己又不能犯罪 是要用着你的脑子 用你的心 用你的意志去犯罪 我做错了的结果 这种行为 这种冒犯的行为 违背的行为 我们称之为罪 违背律法 就是罪嘛 违背了神的话 我们称之为罪 然后结果我们把罪又拟人化 甩锅给罪 那我们倒甩得干净了 其实我们今天犯的罪 就是我们犯的罪 只不过是不再被罪捆绑 不再被定罪而已 不再罪的权下而已 但是做错了就是错 错本身就是罪嘛 所以当然这里面他们认为 特别是宗教改革时期 有一些狂热分子 什么崇喜派等等 他们以为什么领受了某种恩典 他已经完全了 他不犯罪了 他们缺乏对自己的足够的认识 当然威斯利公会 后期的威斯利公 威斯利派 威斯利的神学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观点 就是当他领受第二次恩典的时候 就完全被成圣了 圣化了 可以达到不犯罪的这个状态 所以他的神学里面就留下了一种 我在地上的时候 可以达到完全不犯罪的那个状态 那个可能性 在神学上至少理论上 留了这个余地 所以在这里谈到 有些人认为他们已经完全了 完全了就不犯罪了嘛 对不对 所以不犯罪的人就不需要悔改 不需要寻求赦免 这是第二类人 自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 不需要悔改了 就自己把自己跟 赦罪的恩典隔绝了 自己放弃认罪 放弃基督这个 永远不失效的这个 医治我们的这个药的功效 所以实际上他们就 没有办法获得赦罪 然后呢 谈到了这两种 无法获得赦罪的人了 主张之后呢 加尔文就开始 博斥这个错误 当然这个博斥里面 除了前面所说的两种人 一种是我们刚才说 他们认为已经完美了 完全了 不犯罪了 完美主义者 完全主义者 完美主义者和完全主义者不一样 完美主义者是做事情 要求完全 完美 完全主义者是认为 自己现在已经完全了 所以注意这个概念区分 第一是博斥完全主义者 第二是博斥刚才说的 那种功劳主义者 第三个就谈到了 这个还有一种错误 所以这里面博斥错误 包含了三个 我们一一来看 第一看完美主义者 加尔文牧师的教导 是根据圣经的 他是神学家 他也是圣经性的神学家 忠于圣经的 讲圣经的 所有的教导 尽量 不是尽量竭力追求 表达圣经的教导的 这个系统神学家 圣经神学家 所以他谈到 虽然我们不完全 但是我们要追求完全 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复完全 上帝救赎的计划 也是让我们做完全人 所以他这里面谈到了 追求完全是我们的本分 所以你不要自满 停留在山下 要向上攀登 上到山顶 上到顶峰 你不要只是停在 救恩的门口 在婴儿阶段 满足于初级的 什么悔改 洗礼 等等 那样的初级的道理 希伯来说 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要竭力追求完全 不要总吃奶 要吃干粮 只能听懂一些 简单的什么 耶稣爱你 耶稣为你定施价 神在你生命当中 有美好的计划 悔改 罪得赦免 欢迎你就成为神的儿女 这种简单的 福音性的 传道时候用的这种 粗略的 不完全的 所谓的福音 以为自己就明白 基督教所有的神 精髓了 这个太大错特错 追求完全 不只是在认识真理上 要完全 我们整个生命 神的救赎的目的 也是让我们得以完全 所以要 竭力追求 这是我们的本分 我们应当竭力追求完全 履行我们所有的本分 在所有的地方 履行本分 在圣徒 在教会内的本分 在社会上 在我们存在 在这个地上的 所有上帝 跟我们的角色 应当作为公民的义务 作为儿女的义务 作为父母的义务 作为学生 作为家长 作为老师 作为一个人 有多层的角色 不同处境当中 都有我们当今的本分 乘公共汽车 坐地下地铁的时候 我们也作为一个乘客 应该遵守 公共秩序的本分 一般人都懂 基督徒当然更要懂 对不对 在每一个处境当中 都要做 那个我们作为一个人 一个公民 一个基督徒 一个人的本分 所以在所有的本分上 竭力追求 特别是在神的面前的本分 作为基督徒 礼拜的时候不迟到 礼拜神是基本 礼拜聚会 这是基本的 生活当中礼拜 整个生活要礼拜神 这也是我们的本分 奉献 这个物质上的奉献 奉献时间去祷告 奉献这个时间去 侍奉一些教会内部的 教会共同体 有形教会 各个作为肢体的侍奉 和作为社会公民当中 神给我们一般领域的侍奉 都要尽本分 是吧 我们不是自由的人 我们是上帝的仆人 上帝买来我们 我们就属他 我们从来不是什么一个 我想做啥就做啥这样 自如 那是都是幻想 我们从来就不是那样的人 亚当被造的时候 也不是那样的人 想干啥就干啥 因为他没有权利去吃那棵树 所以他吃的时候 那是他已经越过他自己 作为被造物的权利 神不可吃 那是神圣的命令 约束他了 所以他那个自由不是绝对的 亚当被造的时候尚且如此 堕落是他放纵自己的自由 无视上帝 蒙救赎了 我们被基督的血买来了 我们更是没有自由 要做基督的仆人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我们的生活处处有各样的本分 所以我们发现很多基督徒 自我陶醉 以为自己很属灵 其实很多基本的东西 都不达标的 因为我们不晓得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就常常被犯福音 所谓今天的韩国的 美国的一些 当然有些优秀的教会 但是那种被犯福音所笼懂的 那种所谓的基督徒的概念 这样做就是一种好基督徒了 这种懵懵懂懂的 粗略的粗糙的一种信仰生活的概念 以为做到这些已经不错了 已经很超级了 就自我满足在那个温水区 越学神的话 越发现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当然这个做不是为了得救做 也不是律法主义的做 是因为我是神的儿女 神这样爱我 我有太多应该尽的本分 我爱他 我当然愿意守他的话了 我爱一个人 我当然愿意为他做一切了 对不对 尽我所能 虽然我们人不安全 里面还有自私的 有时候跟自己的本性 自己的利益冲突 但是因为你爱他 那个爱的缘故 你就克服愿意为他设计 就像小男孩追求小女孩的时候 或者小女孩追求小男孩 喜欢他的时候 愿意为他 熬夜也愿意 干大冬天在外面 穿得那么冷 等他也愿意 为他买个礼物 什么 熬夜打工也愿意 为什么那样 爱吗 对不对 可见我们对上帝的爱太可怜了 以至于什么事情都可以打起精神 让我们拼命 付上代价 七早爬半夜 但是唯独信仰 却吊浪当 松松垮垮的 为什么 我们对上帝的爱 太贫穷了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是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 为什么我不知道我的本分 不明白神的话 为什么我不愿意尽本分 我不爱神 很简单 聚会的时候 你去看电影 你都提前半个小时去 对不对 买好爆米花 买好饮料 然后等着 恐怕这个晚了 进不去 等飞机 约会 都是这样 见朋友一样 早早的 你哪有几个人见朋友 再亲的朋友 越亲的朋友 越想早见 哪有故意 吐吐拉拉 我熟悉熟悉 朋友在这等了三十分钟 两个小时还没来 没有那样的事 对不对 所以我们对神的本分 很多都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问题 对不对 弟兄姐妹 我这个意思 不是故意折磨 但是提醒大家 我们在信仰上 为什么这么松散 我们的信仰出了问题 那为什么不爱上帝 我们心思用在他身上的时候太少了 不纪念神 不默想神 不思想神 如果真的思想 刚才我们的两个概念 一个是拜拜 一个是怜悯 管这两个已经就心里开始火热了 上帝这样的 我们是什么人 上帝竟这样 已经开始激励我们去爱神了 神这样 这样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爱他 对不对 即便一个铁石心肠 不懂得感恩的人 上帝这种大爱 这样真正明白上帝的爱 临到他的时候 他能不被感动吗 他又不是石头 对不对 石头也是上帝 有一天百姓不称颂神的时候 上帝可以让石头发声 去称颂神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很重要 有很多的本分 我们真正在神的面前 这样努力 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 无愧吗 实际上不完全 但是要努力 在神的面前 被神认可 这是所有爱神 认识神的儿女 谁不愿意这样做 对不对 谁 谁愿意受别人的气 谁愿意第三下事 所谓的第三下事 就在一般人来看 做那种卑贱的事 去出力不讨好 去服侍别人 付出自己的时间经历 不是爱神的话 谁那么傻 去做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都是因为神的缘故 对不对 神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愿意 做他所喜悦的事情 但是 但是 但是什么呢 因为神喜悦 在我们身上 逐步的恢复 他的形象 这是救恩论 刚才我们讲的称颐 为什么要持续的成圣呢 为什么神一次性 不用他的大能 把我们里面 所有的腐败性 所有的犯罪的倾向 冲动 腐败的情欲 都一下子抽空 排毒 所以进化呢 没有 他喜欢 他定义 着步的恢复 他的形象在我们身上 这个过程之前 我们也学了 默想今世 背十字架 这个其中 有很多背十字架 有患难 有痛苦 有软弱 是让我们学习 认识自己 从而谦卑 仰望神的恩典 学会感恩 如果一马平穿 我们人就开始飞了 觉得自己很圣洁 很圣 你看我多好 就不知道我们自己 本来是何等的软弱 我们也不会感恩神的救赎 也不会求告神的恩典 不会依靠神 所以上帝喜悦渐渐 所以这是神的智慧 他最终要成就 但是他这么设计 不是因为诡诈 是因为他智慧 圣洁的智慧 不是诡诈的智慧 圣洁的智慧 出于智慧 他这么安排是最好的 圣洁是这么安排 里面没有任何的罪 你不能抱怨神 圣洁的 智慧的 所以他所有的诚实 作为都是诚实 都是公义的 因此呢 在我们肉体的某种程度上 总是还有残余的败坏 这是我们的实况 虽然成为新造的人 成为神的儿女 与上帝好 但是里面还残余着败坏 上帝要渐渐的更新 恢复我们 所以呢 我们绝不能忽视神的救法 要持续的抓住神 依靠神寻求他的赦罪 需靠他的更新 他的恩典 不能忽视上帝 这种设计 拯救我们的方法 如何在永世当中计划 在历史当中展开 如何有效的呼召我们 然后如何 扣碎我们 叼销我们 压榨我们 以至于粉碎我们 一切的骄傲 让我们绝望来投奔他 他早在需求我们 然后如何更新我们 这都是他的拯救的方法 我们要不能忽视 神的救赎方法 有的基督徒从从 有的时候总是问一些 不该问的问题 为什么神这样 那个不是我们问的问题 为什么神这样 神不那样 你做上帝好了 你去审判上帝 上帝是上帝 他这么做 当然有他的理由 作为我们 有什么权利去质问上帝 好像我们比上帝更智慧 更有权能 更公义 更圣洁一样 我们这个污秽的罪人 怎么去质问圣洁的上帝呢 我们这样的愚蠢的愚昧的人 怎么去质疑上帝的智慧呢 我们这样有限的人 怎么能质疑呢 无限上帝 有时候问问题都在亵渎神 不明白的时候可以问 但是以谦卑的态度去求问 神为什么这样 你就是神 你比神还厉害 所以上帝就设计的这么旧法 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喜欢渐渐的除去我们的败坏 不是没有能力的 他这么喜欢 他这么设计的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才依靠自己那种痛苦 我真是苦 依靠神的感谢主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自由了 靠着圣灵 持续的依靠圣灵才能够得胜 什么时候离开神 什么时候就失败 什么时候就蒙羞 所以一方面认识到自己的卑微 罪恶 深重 谦卑 然后依靠神 然后又不能不离开神 学会依靠 这是像亚当似的 他不懂得依靠 所以他开始决定 凭自己的智慧去决定 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那是不依靠神的一个表现而已 罪人最缺的就是依靠神 所以恢复罪人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让他们学会依靠神 其中一个智慧的方法 就让他们里面有很多体会到 自己无能软弱那种痛苦 认识自己败坏 没有办法骄傲 然后又发现自己无能 又不得不去依靠神 然后依靠神的时候 不断的前进 才体会到神的恩典 是我无法离开的 是吧 所以说我们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中不断出的话 这就是让我们学习依靠的 在旷野里面没有办法种地 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 去维持生活 不断的只能上帝空降 马拿给他们 什么时候不凭着信心去顺从神 按照神的方法去拾取马拿 什么时候就挨饿吗 对不对 所以在旷野里面 使马拿本身不是自然的事情 让他们学习 提醒他们 人活着需要依靠神活着 那些吃饱肚子 好像劳动正常 活着正常的人 他们没有信心依靠人 是活着的死人 看似是活着 动物性的生命是在活着 但实际上灵性上是死人 如果基督照着父 你看基督三一论 不赐给他的权柄 吩咐我们 毕生向他恳求 免我们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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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是这么祷告吗 他吩咐我们这样 凭着上帝给他的权柄 吩咐我们 我们有谁有怀疑 抗拒的 那么谁能容忍那些 新潮的先生们 那些新的老师们 他们唤醒出来的那种 完全无罪 完全无罪了吗 已经假设出来 忽视了自己余生的败坏 然后以为自己完全了 完全了就不需要认罪了吗 对不对 与基督的教导完全相悖吗 迷惑那些心 心里面 用好听的话是淳朴 其实就是愚昧无知 不明白真理的 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 保罗说的 诱惑那些无知的妇女 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 然后叫他们相信 他们以为已经完全了 脱离了这种罪的状态 所以就不需要悔改 今天也可以想到 什么旧恩派 恩典福音派等等 过度强调神的恩典 却忽略了神在恩典当中 同时还有其他的吩咐 就不断地悔改这个教导 然后就以为神是说谎的 以神为说谎的 为什么 约翰一书一章十节 那些以为自己没罪的 就是以为神说谎 因为神说我们有罪 神说我们有罪 所以我们要常常认罪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公义 神是公义的 是圣经的 必要赦免我们罪 结果你说你没有罪 没犯罪 因为已经完全了 那你就以为说谎的 神已经说你有罪 但你说你没罪 那不就神说谎了 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斥责这种完美 完全主义者 自认为已经完全 不需要悔改 其实忽略了人残余的败坏 上帝喜欢逐渐地改变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学习谦卑 学习不断地依靠 顺从 所以什么时候不依靠神 什么时候我们里面 罪恶的本性就泛滥 支配我们 我们就没有办法 活出基督的荣耀 你没有办法以清洁的心 甘心 乐意性 你去侍奉上帝 被自己的私欲 野心 贪婪 懒惰 自意 骄傲 所支配 就不可能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第二 斥责那种功劳主义 前面已经谈到了 那些 这些人愚蠢的 隐藏了一部分的恩怨 为什么 前面讲到了称义 对不对 然后还有成圣 前面讲到了赦罪 赦罪 赦罪就是称义 还有一个是保守 保护 使我们得以战力得住 那这个就是得胜的 战力 得胜 就是成胜的问题 前面不管应许了 他要保护我们 还要应许我们赦罪 对不对 结果他就要一半 好像这个不需要了 忽视了这个赦罪 从而隐瞒了 从而迫害了他 本来是赦罪的恩典 已经策下了 我们也享用 但是否定了他 破坏了 不靠着他 靠自己的功劳 归于无效 基督的血已经流了 基督的陷阱也陷了 不持续靠基督 那基督的功效 就对他无益 他反而去靠着自己 的功劳 去试图获得赦罪 这就是在亵渎神 犯了邪恶的 残忍的罪 为什么 他们去教导 你要努力 努力 无论是自己的功劳 还是别人的功劳 努力 然后去获得 在神的面前 按着神的公义的标准 达到神的公义的标准 获得诚意 前面我们不是讲了吗 天主教讲的那些 最后这些人 努力的时候发现 永远无法达到神的完全 只能被定罪 只能是劳苦 被重担所压着 最后绝望 所以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残忍 没有办法让他们在基督的恩典里面 赦罪的恩典里面 赦罪的恩典里面 享受安息 所以没有感恩 没有喜乐 没有安息 天天劳苦 胆中难 天天没有安息 恐惧战惊 所以这个本质是不一样的 一种是努力靠着自己 想获得救恩 所以他没有安息 另一种是努力追求完全 但是有安息 虽然我软弱 但是时刻依靠基督的宝血 因为他心态就不一样 一个儿子 奴隶做他所尊敬的 父亲所喜悦的事情 再劳苦他也喜乐 虽然失败了 有挫败感 但是还是喜乐 爬着起来继续努力 另一个奴隶 努力的想讨主人血 恐怕被主人骂 天天提心吊胆的 没有安息 我们的信仰是哪一类呢 这个需要留意 上帝所期待的是 我们是儿子 接着保罗已经告诉我们了 所以草率的鼓励自己 去直接对抗神的怜悯 上帝用怜悯 白白赦免我们的罪 但他们却尝试 不需要神的怜悯 我自己努力 去在神的公义的审判面前 获得诚意 这个就践踏 无视 反抗 轻视 神的怜悯 这个越过 已经谈过了 然后第三呢 就反驳 一种意义 有一种人提出一种意义 说不同意 他说既然 我们在祷告 月你的国降临的时候 其实就同时在祈求 罪得赦免了 那这种说法是极其幼稚的 主导文前一部分指出了 绝对的完全 要追求那种完全 要完全被神的荣耀 神的旨意 神的统治 支配 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完美的目标 但是后一部分 却指出了我们软弱 赦免我的罪 救我脱离试探 我软弱 需要你的恩典去扶持 我才能胜过试探 我是罪人 求你赦免我的罪 是吧 前面是我们追求完美的 理想的目标 一生要追求的 后面去提醒我们 我是软弱的 所以我需要恩典去 才能够追求那些 这两件事是彼此呼应的 前三个 后三个 祷告是相呼应的 一方面我们 努力达成的目标 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 我们自己的软弱 而需要救法 需要神的恩典 所以他们说 在祷告的时候 已经在求赦罪了 所以不要再求了 就忽略了这个问题 我们软弱会持续 可能陷入罪中 所以需要不断地悔改 认罪 赦罪的恩典的 这样的事实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那到底从什么意义上 来讲 免了人的债呢 因为这里面说 免了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那给人一种错觉 你看我都饶恕别人了 所以你应该饶恕我 雷索当然饶恕我 我饶恕别人是 获得神饶恕的资本 功劳和前提 这是错的 这是错的 不是说我们能够赦免 别人的罪行和过犯 然后以此 为什么呢 第一 赦免罪 我可以饶恕别人 但赦免罪是另一回事 你得罪我了 我饶恕你了 我不记恨你 我忘记 我不在乎了 我不计较了 这个是我 我饶恕你 和你得罪我的罪 我赦免你 那赦罪只有是 神才做的 唯独属于神 赦罪是神的 因为罪是得罪神 虽然直接得罪神和得罪人 都是得罪神 都是在神面前犯罪 犯安息日是直接得罪神 做假监政是 得罪神的同时也得罪人 对不对 所以所有的罪都是得罪神 所以最需要被得罪的对象赦免 而是能够赦免罪的那位只有神 所以在这里面不是说 我们有赦罪的权柄 但是我们可以宽容到一个程度 甘心的除去心中的愤怒 因为别人得罪我 坑我 害我 背后总背后黑我 那你知道这些事情 心里面当然生气了 对不对 仇恨 甚至想报复他们 甘愿的去 不再仇恨他 不再放弃那个报复心 甘愿抹去受伤的记忆 忘记他得罪我的事情 虽然这个不容易 但是真正的饶恕是这样 我可以这样努力去做 除非我饶恕别人 现在和以前给我一切的伤害 否则就不能求神赦免我 为什么 因素讲过比喻 欠主人一千万两银子 和欠自己十两银子的 主人因为他还不起 怜悯他 有老有小的就免了他 结果这个人出去就揪住别人 欠十两银子的 那个人说了跟他曾经跟主人说的一样的话 结果他就不放 他说马上还 还不起就把他告到关 然后下在间里 主人听见了就特别生气 不当像我怜悯你一样去怜悯你的弟兄吗 对不对 若不还清你的债 我就不还 不饶恕你 这是上帝制定的 献祭之前想到什么问题没有处理 先去跟人和好 然后再献祭神才悦纳 所以这个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这个第一 赦罪的权免归给神 不是我 第二 我赦免 我不是我赦免了别人罪 是我愿意饶恕别人 不计较别人了 不是我赦免别人罪 赦罪是神的事情 第二 我饶恕别人 不是我的功劳和资本 但是神要求 我若不饶恕别人 不处理好这个关系的话 我的礼拜 我的祷告 我的罪 上帝就不饶恕 这是上帝喜欢的 让我们不得不去处理 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其实我们个人经历 包括牧师 我曾经也跟大家多次谈过 在国内也好 在韩国也好 其实人活着的时候 难免可能到死为止 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总有一些人 莫名其妙地去背后 坑你 骗你 骇你这样的人 汪恩负义的 背信弃义的这样 表面跟你好 背后就整你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肯定到哪都有 我们不要梦想着 可能换个地方就会好了 到哪都有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 就是当他们这样对我们的时候 我们真的很生气 我们又不是什么孙悟空 孙悟空也会生气 对不对 我们又不是神仙 我们又不是圣人 我们是凡夫俗子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但是我们也有我们 现阶段 那个时候消化不了 当时头脑热 想报复 这样的情况会有 但是神的恩典不断地帮助我们 让我们效法基督 让我们学习去宽容 学习去那些不值得饶恕的那些人 所以我们的饶恕 不是基于对方悔改了我才饶恕 我愿意放弃 我愿意放弃追讨他 害我的责任 我愿意弃权 不再纪念他 不再追讨他 这是我们的问题 跟他没关系 他可能还继续饿 他可能还没回改 但是我们愿意释放 放 所以这是神要求我们的 就像上帝赦免我们一样 他定义赦免我们 我们有什么值得赦免呢 他愿意赦免 带着那种痛苦的 我们伤害他 但是他却赦免我们 他用了一个方法 就是设计了一个方法 接着基督 三一上帝自己设计了救恩的方法 来合理地去接纳我们这些罪人 让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 这个是何等大的 对不对 当我们定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那个兵丁定的时候 不只是兵丁 是我们定 因为我的罪 我在犯罪的时候 因为我的罪 基督才定在十字架 对不对 所以是我们把基督定十字架 我们如果没有罪的话 基督不必上十字架 那我们伤害他了 他却为我们祷告 主啊 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赦免他们 不容易啊 我们不是基督 因为他是圣子嘛 他可以用无限的恩典和力量 胜过这些罪人的顶撞和伤害 我们可能没有 但是我们需要靠神的恩典 所以弟兄姐妹不容易 但是我们需要 因为基督这么做了嘛 我们不爱基督嘛 我们不是爱他嘛 我们愿意顺他的话也行嘛 我们也知道除了他的话之外 我们也没别的出路 虽然有的时候顺服很难 有的时候会不甘心 或者是不肯放弃对他的饶恕 想起来就很痛苦嘛 但是愿意爱神的缘故 因着神的缘故 我们愿意放弃这个 需要神的恩典的成果加力量 对不对 所以所有的基督徒的美德 尽情都是出自三一上帝的恩典 如果不对三一上帝的爱和敬畏的话 没有什么道德可言 都是假冒为善 对神的爱和敬畏 发自内心 愿意遵守神的话 才能够在人面前说诚实话 才能在背后 诚诚实实地做正直人 一个人信仰不真实 他就不可能做真实人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 如果我们心中继续寻存仇恨的话 想要报复的话 想方设法害我们的人的话 不但如此 如果我们不与仇敌达成了解 不做各样和好的事 不竭力与他和好的话 那么我们像神这样祈求 免我们的债就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我们也不好意思祷告 说不好听的 其实也就相当于说 神的你别赦免我 因为我还没赦免别人 因为我们求他好像对待别人一样 我们对待别人一样 让神也一样对待我们 除非我们做同样的事情 否则神也不要这样做 那这些人这样祷告 除了要更重的刑罚之外 还能得到什么呢 一方面自己不肯饶恕 然后又想求神饶恕我们自己的罪 其实只能得到更重的刑罚 逼我们 有的是不甘心 因为怕神不顺免我们 虽然这不是积极的好的顺服的动静 但是也别不顺从强 出于惧怕的顺服也比不顺服强 有时候这个怕不是因为怕下地狱 是因为敬畏什么 知道神的公义和严厉 我们这样的时候 他们不喜悦 所以出于对神的敬畏 即便不甘心去饶恕 也愿意尝试努力去饶恕 这也是美好的 那甘心乐意去顺服神 知道神的心意 愿意以神的心去赦免去饶恕 当然好了 但是上帝往往造就我们的时候 都是给我们安排一个 超过我们承受能力的人 有很多那种不通不扬 我们自己可以 当然即便是我们自己可以处理 这个背后也是神的恩典 但是一般神给我们安排 都是超过我们承受能力的 接近零点的 我们承受能力的那个极限的 让我们爆炸的 以至于看清我们自己无能 另一方面 也让我们去投奔神的恩典 才能够遵行神的话 所以感谢神遇到这种讨厌的人 其实神爱我们 愿意在我们身上留下一些永恒的痕迹 因为我们不完全 不借着这样的事情 怎么去雕销塑造我们成为一个杰作呢 凡是匆匆忙忙出场贴上商标的 既坑了人又是残次品 伪劣产品对不对 所以上帝不喜欢在他的杰作上 潮潮了了的就让他上市 上帝绝对是让他的杰作成为完美的 为了达到他完美的杰作 他一定会精心雕刻 不会随意的放弃我们 一个功课学不好 可能要经过很多年 我们都知道38年在旷野 虽然那是咒诅和心法 其实也让他们在学习信心 他们面临那个打探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凭着神的应许去看那块土地 所以让他们重新回到旷野 重新去补考 一方面是刑法 背后其实也在训练他们的信心 对不对 旷野里面为什么明明走一周吧 是多少就可以到达加南地 上帝带领他们要走40天 结果他们犯罪让他们走40年等等 是吧 那为什么这样 训练他们 他没有信心就没有资格承受那个产业 只有有信心的人才能够进入到承受 因为所有神的祝福都需要凭信心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如果一个功课没有学好 你发现有些类似的事情总重复出现在我们身上 你就不要认为你点倍命不好 反而说上帝爱你 愿意花心思在你身上去塑造你 那么这个问题出现肯定我某一个方面是 那个方面是弱点 我需要改正的 所以弟兄姊妹 不要单单只是从人的角度去看 那个人总坑我 一定要以信心的眼睛去看 神哪 我这个人就有问题 所以上帝你借着那个问题来对付我 不然的话 那个我的毛病就改变不了 人就是那样 所有的一马平川顺利的时候 包装起来的时候 温室的时候 我们的问题不会暴露出来 我们的问题会隐藏起来 得不到解决 借着出对象 借着成家 结婚 借着一些无法逃避的关系 在那持续的长期的熬练你 打磨你 虽然痛苦 但是却可以发出美好的蜕变 我们有机会突破自己的局限 靠着恩典 所以弟兄姊妹 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试炼吗 招人烦的吗 烦他之前要想想自己 上帝在我们身上可能要做一些事情 当然出对象实在不合 真的不合就不要勉强 出对象的时候 当然你要觉得这是真的神给你配合 你想分都分不开的时候 但是又要去担当对方的软弱 互相感觉痛苦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 上帝给家庭就是要训练我们两种极端的性格 两种不同的想法习惯 磨练我们去破碎自己 改变去包容别人 改变自己这样互相学习 这样两个人才能互相成长 然后这里面说到了什么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就给我们一种感觉是吧 我不饶恕别人上帝就不赦免我们的罪一样 如何去理解呢 在这里面加上我们最后做了这个处理 我们最后要留意的是 加上了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这一个条件不是因为我们赦免别人而配得赦免 我刚才也讲了 不是功劳的概念 上帝设定了这样的条件 但这个条件不是功劳 我赦免人这是本分 我应该赦免 理所当然对于他亏欠我 我赦免他好像对于他是恩典 我是倒霉亏欠 或者是有点傻 上帝面前那是我责任 上帝要求我去饶恕那些得罪我的人 对不对 所以这里不是功劳的概念 仿佛在神的面前说明 他赦免我们的原因是因为 我饶恕了我的功劳 所以你才应该赦免我 不是这样 那上帝主这样教导到底在说什么呢 主乃是要表达一方面 他要表达的是他喜悦 安慰我们的信心 我们软弱的信心 我们信心软弱 他要安慰我们 因此这句话做了一个记号 让我们确信 上帝真的赦免我 你这样去赦免的时候 上帝一定会赦免你 给我们这种不信 或者软弱的信心 给我们打一阵强劲剂 让我们确信上帝对我们的赦免 当我们心完全去除那种嫉妒 仇恨 仇恨 补毒的时候 恶毒的时候 如果我们确信自己已经赦免了其他人 当然上帝赦免我们的是一定的 上帝应许了 所以他用这种方法坚定我们软弱的信心 让我们对他的赦罪有个确信 前提是透过我饶恕别人来获得这种确信 另一方面 主把这句话当作一个标记 借此将那些习惯于报复 不愿饶恕 永远怀恨 希望别人遭受他自己所想要的 豁免的神的愤怒的人 排除于神子民之外 这是一个记号 什么意思 那些持续抱怨 持续仇恨 持续不饶恕 持续去怀着苦毒 那些苦毒的仇恨的人 就证明他们根本不是神真的百姓 他们在神的子民之外 读启示录也好 读耶稣的教导也好 都有着 在城外的那些永远的火湖里面受刑罚 就是那些不义的 行奸隐的 说谎话的 苦毒的 仇恨的 甚至约翰一书里面说到 五章吧应该是 凡心里恨弟兄的 他们就没有永生 持续 不是说偶尔恨 谁没有偶尔恨个人呢 但是一生总是摆脱不了恨的 说明他不是神的百姓 因为他没有神给他的新生命和恩典 可以克服那个恨 证明他是死人 没有恩典的人 从而使他们不敢斗胆呼求神为父 路加福音也清楚这样记载了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很恐怖的事情 今天的内容比较多 所以总结就不总结了 简单的说 赦免我们了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我们讲了几点 上帝在他的怜悯里面 因着他的怜悯 出于他的怜悯 白白赦免我们 在基督里 所以不需要我们付代价 因着神的怜悯 所以只是恩典 然而有些人却在这个恩典之外 寻求自己的功劳 借着别人的功劳 然后或者是认为自己已经完全 所以家伦一一地批判他们 我们不完全 仍然在渐渐更新的过程 神喜悦 神定义这种方法 所以不可能完全 所以我们需要赦罪 需要神难点 等等 然后也一一地反驳了他们 然后我们也谈到了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是功劳 而是上帝 透过这个 让我们获得赦罪的确计 知道我们 当我们真的去照着神的命令去 饶恕别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肯定 神真的赦免我们 第二 反过来是一个记号 是一个 为 与神无关的 为蒙恩的 或者说非选民的一个记号 因为一个人持续不解怨 怨恨仇恨苦毒的话 可能就证明这个人 不是神的百姓 当然有的人可能一两年恨 或者几个月 几周过不去那样的情况也有 最后靠神恩典 结怨了 几十年的仇恨化解的 这样子也有 但是一生都不肯饶恕 想都 想饶恕的那种挣扎都没有 这种人基本上就是死人 没有神的新生命 没有神的恩典 没有神的爱在他里面 所以他就压根不想饶恕人 所以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 对神的赦罪要有确信 一方面知道自己成圣当中 追求完全 但不完全 需要时常靠基督的血 去承认我们的过法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 能够在竭力追求完全的过程当中 要靠着基督的恩典 基于神的怜悯 靠着基督的功劳 也靠着圣灵的大能 去过不断的成熟成长的 渐渐被上帝恢复形象的 向着完全发展的过程 也是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